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不相信老船长的 或是你今天才看我节目的 麻烦你去找6月3号的视频 老船长是怎么样讲的 而且我为什么要把股票全部出掉 我讲了 我说台北股市即将要出现中长黑 老船长你的确有讲 但是我们觉得你有神经病 所以我们根本不想相信你 因为上个礼拜四 各位观众在哪里 在这里看好 上礼拜 今天是礼拜几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一 上礼拜五 上礼拜四在这里 老船长 这个波段的新高 你竟然节目 当天的节目说 你把股票出清 而且会员只有一档 叫航运股的长龙 大赚出清 我们觉得你有神经病 大部分的分析师都说 明天要冲上去 看到没有 有没有 很多分析师告诉你要准备喷了 我确实 全国只有我一个神经病分析师说 台北股市要中长黑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说什么 我说你们一定要来怎么样 跟着老船长操作 因为你看节目 你可能想真的假 对不对 全市场就只有你一个神经病 这样讲 其他大老师这么多 我们相信你干什么 我的老师叫我做钢铁股 上个礼拜是航运股 飙到高点 对不对 第二天有更高 没有错 其实都差一块钱左右 那上个礼拜 你做航运股是对的 对不对 有人跟你说上个礼拜 不要做钢铁 我们看对不对 这叫中红 钢铁里面最标的中红 上个礼拜你做钢铁 套死你 你做航运 上个礼拜 是赚翻 跟我们同步赚翻 居然有人相信 把航运卖掉去买钢铁 然后跟人家说 这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你先回答老船长 你有没有套中红 有没有 别挡我就不要讲了 都一样 那这是题外话 这是别的市场上 有一个很大的声音 是这样子讲 那么相信的人全都套牢了 现在都住在套房 今天这一集很恐怖 很恐怖 很恐怖 我讲三次 因为对很重要 你要仔细听 老船长你不要吓我们 我们心脏不好 我不是吓你 我上个礼拜是全市场 全国只有我一位 说要获利了结 那我们在做航运股长龙之前的 我们做的是友达面板 面板友达我们卖在哪一天 我现在讲 我会员可以对 说谎我赔五亿 八千万新台币 到此国内投股业 有人像我一样这样子解盘 我再讲一次 我退出投股业 我们上个礼拜 将友达出清在这一天 注意看 这一天 第二天还有高点 没有关系给他 我们不要买不要赚 下来 我们友达在哪里买的 在这里买的 各位观众你看 我们友达大赚了 你听得懂吗 当我知道友达不行的时候 往下灌的时候 这一段我们没有商到 我们将资金也是所有会员 所有资金 只有一档股票 买长龙航运 一样大赚 然后在上个礼拜是出清 我的所有动作都摊在阳光下 我会员常常在骂我 老船长 我们交会费给你 你在节目上拖的金光 你在节目上 对不对 没有黄帖子也没有立可白这样讲 那我们干嘛参加你会员 那我就问这一句就好了 看这几个字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 请你的小孩子告诉你怎么念 这国小二年级到三年级就看得懂 我都公开 请问你跟上了没 你跟得上我随便你 第一个 你要跟老船长心电感应 就你会通灵 你知道我在买友达的时候 你也是所有资金 没有其他任何股票 只押友达 在底部买进 那个时候全市场没有人看好友达 在这里啊 你们去看我的视频 在这边我叫你们赶快压房子买 躺着买 闭着眼睛买 倒立着买 有没有 老船长你又讲 我们一直不理你啊 觉得你神经病啊 这里哪有人会买友达 根本没有人会看好他 就你买完没有多久 棒棒喷上去 我们就相信你 所以我们就跳进去买友达 我们没有交会费 就你们全部套在这里 对 然后每天在家里面骂 这个死老船长 对不对 叫我们买友达 我告诉你啦 很多网路酸民啦 套使你活该啦 不参加会员 在那边乱造谣是非 你以为老船长会在意 我根本不在意 我爽得很 我们在这里卖掉 我们叫你买的时候 你不买 你在这里去追 这一天 创新高你去追 追了套牢 你说我叫你买的 神经病了 这种都是神经病 我们理都懒得理他 你在股票市场 如果你不把你自己的修养 弄好一点 每天只会怪东怪西 然后栽赃别人 恭喜你 你一定走向归零高之路 我们年轻的时候 常常都是怎么样 你知道 哇不服气啊 老一辈子讲什么 我们不听啊 怎样 吃亏怎么样 在眼前啊 这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啊 我上个礼拜四跟你说 这个牌要中常黑 中常黑 中常黑 你看任何一台 都没有人这样讲 都是告诉你要创新高 创新高 创新高 要找到外太空 所有的大财经台 大老师都跟你讲要做多 有的说做航运 有的说做钢铁 有的说做电子 只有一个神经病 叫老船长吗 叫你空手啊 那请问一下 我就叫一下各位 上个礼拜四这一天 叫你获利出清 所有的股票空手 有错吗 有错吗 老船长 一二三四 我们还挺得住 明天啊 有一种利叫什么利 你知道吗 叫地心引力 有一种体叫什么体 你知道吗 叫自由落体 还有一种骨 叫什么骨 你知道吗 叫阿呆骨 阿呆骨是干什么的 老船长 就是让散户 杀在阿呆骨的 因为散户都追待猪头山 你以为不交会费 跟交会费是一样的 那我的会员都傻瓜了 交会费给我 我的节目 我不喜欢表演 很多老师讲的 一本正经 告诉你怎样 他好像大老师在分析 分析什么 航运股卖光光去买钢铁 航运没赚到钱 就航运喷上去了 卖掉了 傻眼 节目拼命讲 卖正确 我们做钢铁 钢铁会喷 对啊 钢铁有喷啊 看好啊 真的有喷啊 你不要怪老师啊 你不要怪你的老师 有喷啊 往下喷啊 他如果叫你做空 你就爽了 什么叫你做多啊 拍谁啊 那不好意思啊 方向错就是一个字挂 那接下来我要讲很恐怖的 你要注意听 好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红海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家公司 摄影师有没有听过 红海 好像有了 他今天要做快筛 因为我们的这个防疫中心 没有做全民普筛 原因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用多讲 至少红海帝国的 郭董 他在土城最大厂 他要做快筛 今天 今天 没有讲哪一天了 就今天了 还哪一天 我收盘看到的新闻了 好 那你 晶元电子各位知道吧 对 两百多个确诊 我听听他 本来一百多个 好像变两百多个 晶元电子 好像没有比红海大 对啊老产长这国小都知道 好 那红海自己做普筛 各位认为 他们这个厂区 会不会有人确诊 不好意思 我的口罩比较小一点 会滑下来 我有一个会员人不错 他说 叫老师把这个钢丝 捏一下 其实我有捏 我有照他的建议做 还是会掉下来 没办法 请大家多多包涵 对不起 那这个红海这个板桥的 土城的总部做快筛 万一 我知万一 我我不知道 我不是神 每天政府都 都说有人确诊 做普筛的人数 没有很多吧 有全民做吗 没有嘛 全民做我看完蛋了 一天不知道暴增多少 他就让你慢慢筛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我干嘛跟你拍谁 你又不戴口罩 那红海万一一做出来 有众怎么办 明天还要开盘 台湾有头骨老师 叫人家买红海 你知道是谁吗 我不能讲名字 买在这里 然后跟人家说 买红海最稳 很稳健 他会员非常多 你要知道 会带会员买红海的 都是会员人数非常多的 因为小股票 他没办法买 一买懂涨停板 那无可厚非啊 那你买红海 你这里买可以啊 你这里买 我说你股神嘛 问题是你带会员买这里的 你不管哪里买啦 你现在红海在这 你听得懂 你如果参加的 你的老师叫你买红海的 我相信你大概 你会觉得 怎么时间的过往会期到了 然后你怎么样 没有赚到钱还赔钱 这是投顾的一种手法 你听得懂 我早就教过你们了 那会叫你买红海的分析师 他可能会叫你买什么 买台积电 我说过很多次 台积电这边套了多少亡魂 有中华民国有多少大学生 都跑去买台积电的 说自己是股神啦 等一下我要讲台积电 会不会这样 注意看啊 哔 导播 我们先喝一口水 让大家压压惊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穿帐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 555 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 贵局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你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 恰询电话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下半段节目一开始 我还是就叫非会员 所有观众朋友 你跟上了吗 我相信是不可能 我在股市的经验 我听到外面的声音 都是在做多 我再讲一次 不是做多传产 就是做多电子 台北股市上个礼拜 是回头一看 天哪 老船长在上个礼拜 是波段最高点当天 节目宣示 公开宣示说 航运股大赚出清 而且我们只有一档 我带会员做股票 就是你们所有资金 就压这一档 这一档涨10% 你们就赚10% 别的投顾老师 是叫100多档 你怎么买 根本没办法买 都诈骗 真的里面100多档 里面有三五只掌停的 拿出来骗说 会员赚10% 你参加的都是这种 投顾这种老师 我讲的对不对 老船长 我们现在才知道 那时候中心的事 中言你也不听不听 好啦 你也不用跟我哭诉了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 六年再回答 什么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也不是我的事 我已经讲了十几年 你都不信 不管了 我只救智商高的观众 你听得懂吗 我的节目是做给 智商高的观众看的 那猪脑袋都跑去看别台 你知道吗 然后还参加会员 好不好买钢铁 输死 都还要大跌 我现在开始讲鬼故事了 这一支叫台积电 我相信各位应该有听过 股本还可以 两千多亿 看好 它的名字叫 护国神山 现在叫过街老鼠 台积电有没有做普筛 我问大家有没有 还没有 红海开第一枪 今天红海做普筛 他们的这个土城场 如果红海做出来有的话 我希望没有 我希望 我当然希望没有 但是有没有 不是我老船长决定的吧 大家都有念过书 对不对 都知道 对 那万一有怎么办 别家电子公司 要不要都来做 那台积电说 我也要来做啊 我是 我世界第一的 我要来做一下嘛 对不对 安全嘛 因为你做了以后 你们这八个有 抓起来 不是抓起来 就隔离嘛 治疗嘛 那这样我其他的员工 不会被感染啊 你说大家都有戴口罩 空气会传染 戴口罩不会从眼睛进去 你真的是 有的时候觉得 没有知识要有尝试啊 戴口罩是降低 你感染的几率 不是说百分之百就没事 如果百分之百都没事 怕什么 我每天戴着口罩就好 我打什么疫苗啊 对耶老船长 所以 一旦所有电子公司 都响应郭台铭的这个 他这个做法是对的 你不要在那边鸵鸟心态 躲在沙里面 我不要管啊 没有普筛 就当做我们工厂没有了 晶圆电子就 就爆出来这么多人 还好晶圆电 现在提早发现 大家想一下 如果晶圆电子都不管 也不做的话 搞到最后 全工厂几乎都有人中 那怎么办 那公司闭掉了 对耶老船长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郭台铭他真的是满厉害的 那他今天做出来 是这样的结果 明天会公布嘛 快筛不用等到 多久 快筛你听得懂 快筛就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会知道了嘛 核酸检测是一回事 快筛先做出来就知道了 好 那明天 好 明天台北股市会怎样 第一个 你要先看今天的道琼嘛 美国股市撑得很辛苦 你们都知道 美国放多大的利多啊 拜登一直要花钱 几兆几兆美金啊 有没有用 上不去就上不去 他撑得很辛苦 如果各位运气不好 刚好今天晚上 Tonight 道琼如果真的下去的话 然后你明天看到 你一早上起来看到 鸿海快筛的结果 如果是比较不如意的话 你告诉老船长 这个盘要怎么走 要怎么走 这样看 这不是M头是什么 这左肩啊 这右肩啊 你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学技术分析 现在走给你看 这不是M头 是什么 老船长 我们花钱去上课 老师也是这样教 左肩比右肩高就M头 但是我们现在满手股票 我们看到M头 我们就把眼睛遮起来 我们装作没看到 这个叫人性 所以我说你们花了钱 去参加什么 头顾老师办的 技术分析的课 那叫浪费时间 那叫鬼扯淡 你不相信 你参加哪个头顾 哪个老师的技术分析课 你学了半天 结果你还不是两个字 输死 他每天带你做棋子 被巴拉巴去 一天最多输三四次 请问一下 这种人教你技术分析 你还在学 这么厉害 会教技术分析 一天被扒三到四次 根本都诈骗 所以我跟你讲 只有猪脑袋 才会相信这些 我老船长 早就有奇卧分析师的证照 我就不带棋子 人家都问我 老船长 你有什么不带会员 操作棋子 你大盘看的神准 你股票 你看上礼拜四卖在最高点 那你如果收棋子会员的话 我们一定来参加 你一定会收很多 赚很多钱 对不起 这种钱我不要赚 在我的观念 做棋子 很大的成分就是赌博 你哪一个老师 敢来跟我讲说 他棋子什么ABCD 高高低几波 几支几波 细微波不准 还有奈米波 都是这样骗的不是吗 技术分析 讲的跟真的一样 很多人在那边讲 大盘怎样怎样 我告诉你 在我成人的技术分析 大盘我只看一个叫形态学 这个形态各位观众 这个就M的形态 这中间掌掌叠 这怎么分析 分析个大头 分析 不要再骗人 这个什么棒 红三冰 黑三 那个都是金光党编出来 骗人的 不要相信 人没有那么厉害 人什么时候最厉害 事后诸葛亮照着图在那边骗 很多老师在那边 自己画几支几波 那事后收了盘在画的 干嘛鬼扯淡 据我了解 我认识很多私底下 做棋子都疏实 跑路的都有 所以为什么我从来不带棋子会员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你们就做股票 因为股票讲难听的 你可以摆着配股配席 搞不好你还解套 对吧 好废话不多说 我很感谢大家 这个月是小弟的生日 当然也不用办什么庆生会 在家里面怎么样 苦累就好 因为餐厅都没有开 所以朋友要帮我过庆生的话 也是不可能 那也没关系 我们大家共体时间 可是我用这个来怎么样 跟我们公司董事长 我讲过很多次 我们董事长很小气 他都不愿意让我做什么折扣优惠 而且他说你这一波这么准 准到这样子还优惠什么东西 但是我总是觉得 大家在看我的节目 你们都是看 对啊 那怎么样 你避开了吗 你现在持股一百多档 你怎么办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还来得及 现在大盘在这里而已 大盘只有在这里 你不要大盘下来你再挨哦 老船长真的假的 我跟你讲 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方便讲 像6月28号会不会解封 不会啦 我直接告诉你们不会啦 跟疫苗有关啦 听得懂 一定是让你们都打完疫苗才解封 这国小二年级我讲一次 就懂了 我私底下朋友来问我都跟他们讲 不可能等你们都打了疫苗 那什么时候大家可以打到疫苗 8月了 好了题外话不讲 看这边 老船长这个月生日 这个88名我可以告诉你 快要截止 如果88名一截止 我想你也不要来找我了 因为没有这种优惠 什么开什么玩笑 送你三个月 你不要送三个月 你还可以扣三个月的钱 这么好 对 因为小弟生日嘛 我生日不重要 我再讲一次 只是我可以拿这个 跟我们董事长讲 我的生日你不给我优惠 一年只有这一次 刚好这一波 我们做到全市场最厉害 所以请你怎么样 来跟着我 用这种最低的门槛 你听得懂吗 再讲一次 看电影 你没有买门票 你不会进去看 你买了门票 你才会进去看 对不对 你参加了我的团队之后 你才会跟着我一起操作 否则你就看戏 不然我们现在就 就叫各位 现在从你电视 或是YouTube 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们好 我叫老船长 请问上礼拜是 你们也跟我们的会员一样吗 不可能 三个字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在这个月 推出小弟的生日专案 我不是要做生意 我跟你讲白点 老船长不缺钱 我可以不要做退休了 我直接跟你们讲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 大家如果都这样的话 那医护人员都说 我不要做了 现在疫情来了 大家都回家 医院多危险 不能这样子 我做分析师 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对不对 你愿意现在跟我来 我很开心 不要哪一天 搞不好就明天 我已经跟你讲 鸿海要做普筛 今天做普筛 明天出来 你明天早上注意看几个 因为鸿海如果做出来 不如意的话 全台湾有多少 电子公司大老板要做 你知不知道 你是电子公司老板 你要不要做 他可以做 为什么我不能做 鸿海很有钱 我们电子公司也有钱 做的目的是什么 把这些确诊的朋友 怎么样 先请他们离开生产线 你不要弄到 全部大家都中了 那怎么办 老船长讲话 是肺腑之言 你们不爱听 多包涵 我上节目 我不会像人家 在那边胡说八道 讲的跟真的一样 航运股不好要卖掉 对不对 卖掉以后继续涨 然后去买钢铁 买到钢铁一直跌 然后还讲一些 奇奇怪怪的分析 那都没有用 你去刷存折 就是老船长讲的三个字 龟高 股市永远是最对的老师 事后证明 就是我老船长最对 当然在当下 大家都觉得 我是白痴笨蛋 神经病 无所谓啦 那都无所谓 你现在是我的会员 你躺在家里面 轻轻松松的 对不对 空手 前面面板赚完赚航运 赚得饱饱的 然后在那边很爽 空手 你们希望干嘛 对 你们就希望暴跌 我知道 你们一定希望 这股市大暴跌 跌到很深的时候 它会急弹 那个急弹 我会带你们 你利用这个专案进来 我会带你买一支股票 叫六月标 导播回来 叫六月标 你听得懂 我一定要让它跌得很深 因为我抢反弹 我只是抢反弹 我强调 所有资金 我们抢一个反弹而已 不是叫你做波段 这个反弹搞不好 就是10%到20% 5 4 3 88名一满了 你就不要再拨电话了 好吗 现在开始拨打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